最近开始流行一个伊犁的绘土搬葬打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实战效果 因为主要是借助了这个伊犁秘卷 触发了回血以后增加了攻击力 同时搭配一些爆发输出 那我们直接从第二场队战来开始 对面这个是奇拉比 他过来的时候快速顶一个熊猫 他手里是一个霸体秘卷 我们先通过走位引出他的一个技能 然后再准备抓他一个后摇 他顶了个通灵 那么快速拉开 顶一手秘卷 然后再拉开距离 这个位置我本来以为是躲掉的 但没想到直接出现那个巨飞的效果 那么快速提升 先用山雀鱼抓取 拿了先手 快速拉开引出个技能 那你这波火药肯定是被我抓到了 但很可惜 这次又没有触发这个伊犁的被动效果 那么先用这个一技能 再加上奥义 看一波这个正常状态下的奥义输出 之所以这个伊犁秘卷搭配 会对班呢 有一些更好的打法 主要是因为这个忍者两个技能打完以后 再加上奥义后半段无法提升的效果 可以卡好对方的一个提升时间 同时打出一波非常高的输出 而且还有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这个忍者的双技能 会有一个附加毒伤的效果 所以说这也算是一些额外的伤害加成 他虽然剩一个真空波的忍战态图 我们来看一下 开局他放放秘卷 不放秘卷的话 我们先过去看一眼 他站着不动 突然动了一下 用蜜蜜拿到先手 没反应过来 不着急 因为手里只有一个斗了 先不着急提升 他出现了一个失误 我们山人鱼先保护一下自己 他两个技能先交完 我们这个时候直接一个技能 过去拿到先手 你如果提升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反向 顶一个螃蟹 这样的话 我们刚好是触发一粒蜜蜜 我们这个时候有一个攻击加成 接下来就看一下爆发输出 优优独播剧场 继续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